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继续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40页 这个153经 好像讲一半 好,没关系 我们就从头讲 好像讲到一半 我们就从这个153经开始讲 好 那么这里 跟这个我们说过 这个跟前面的115页的58经 那么是相近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参考 还有42页的38经 那么都是在讲 那么 极灭未患离 对,五蕴的 极灭未患离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 那他说 有这么一天 那么佛在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有五受阴 就五运 有时候叫五取运 那么色受想行事 五种受阴 我与此五受阴 五种如实之 那佛法里面常常在讲 如实之 如实见 这个如实 如其事实 那么 这个事情 它原本是怎么样 那么你 知道 它原本就是这样 就是它真正的 这个相 实相 是这样 那么对一切法的 如实之 那么 如实观照 由如实观照 而如实之 那么就能够 不受一切法的影响 就不会起烦恼了 佛法 它最重要的就是 它两点 一个就是 对生命现象 的一个 一个认识 一个就是 对身心现象的认识 那么 生命有老病死 生老病死 那不断不断的 循环 那 身心 有这个 八苦 愿正为爱别离求不得 那么 有这一些 就是对近起 那么种种的身心的苦 那么不断的 不断的反复的作用 那么这一些 主要是因为身心 不断的对近 起烦恼 执着 他们认定 那么某些事 那么所以 引发我们的身口 那么造作某些业 那么由这些业 不断的累积 成熟 而形成 我们的果报 那么这些果报 就让我们受苦 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 那么 这个果报受苦 就是一种生命现象 那 身心的反应 不断的反应 这个就是 身心的现象 那么你如果没有从 身心的现象去了解 进而去 进而去 如实知 如实见 生命的现象 就是 你先要从 你先要如实知 你身心的反应 那么 进而去了解 生命的现象 那么你没有办法 从 烦恼痛苦中 得解脱 那么佛法 它不断反复 在说明这一件事 那用白话一点讲就是 那么 你为什么起烦恼 你起了什么烦恼 你知不知道 你在起烦恼 那么这个是 你要去了解的 那么 它对你的身心 有什么影响 它对你的生命 又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你如实知 如实见了 你就不会 在这个点 在这个境上 去给自己找麻烦 去让自己受苦 你会截断 那个苦因 苦是一种果报 那么果报的形成 必然是有因有缘 佛法叫做有因有缘 世间集 那么有因有缘 世间集的东西 它是无自信 所以必然是 有因有缘世间灭 所以凡事造作的 叫做有违法 那么这些法 那么你如果能够 如实知如实见 那么不受它的影响 那么你可以截断 这个烦恼的生情 控制烦恼的生情 甚至是调伏烦恼 断除烦恼 而让烦恼不能危害 那么要做到这样 就是三个字 叫做如实知 所以你要清楚 要清晰 要清楚 要明白 要明确的 观照到你身心的变化 那身心的变化 用佛法的一个术语 它叫做五受云 五蕴 所以它这里告诉你 你要如实观照五蕴 好 那么其实就是一种 身心变化 那么身心的现象 你能够确实的掌握 你能够确实的掌握 你才能够 掌握你生命的趋向 你要往上 要往下 在三界内 在三界外 完全有你自己 有没有清楚 有没有清晰 有没有明白 有没有明确 了解到自己的身心 都在怎么样变化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种必须要让我们的心 保持在一定的稳定下 一定的稳定下 我们才可以做得到 心不稳定的时候 你人晃来晃去 你也看不到影像 所以心晃来晃去 为什么晃来晃去 因为烦恼 因为境界起烦恼 就晃来晃去 不稳定 因为有东西盖住了 无盖 附藏住了 无明附藏住了 所以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 所以就随着烦恼转动 那么因为这样 一次又一次的烦恼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那就演变成 六道轮回的生命现象 其实 那佛法 其实说困难 也很困难 说简单也很简单 那么如果你如实之 那就不困难 如果你不如实之 那就很困难 所以重点就在这个如实之 那么你如其事实 而能之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 他就告诉你 我于此五受因 五种如实之 不外乎就是观察 你自己的身心现象 身体跟心 心分成受想形式 就这样 好 那么底下就有所谓的 色 及 色为色 患 色礼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都会讲 及灭 为患 礼 那这里只是讲 及 为 患 礼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 这个 五蕴的 这个 即 为 患 礼 如实之 那受想形式 也是这样 就是 色受想形式的 即 为 患 礼 好 那 云和 我们再看 往底下看 那后面 这个意思都是一样 就色受想形式 那么 即未患 礼 云和 开始解释 云和色 如实之 就是 那色是什么 到底我们的身体是什么 那么我们所执着的 不外乎就是身心 我们所执着的 所谓的我执 我执 不外乎就是执着 色是我 受想形式是我 不外乎是这样 那么你所执着的 它一定会产生贪爱 贪爱不成的 一定会产生 成恨 那么执着本身 就是一种愚痴 有愚痴 就是无名 而产生 愚痴就是不如实之 不如实之 就是愚痴无名 不如实之 根本上来讲 不如实之 五蕴无我 就会对五蕴产生执着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他骂了我 我很生气 你凭什么骂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 好 那么 你因为生气 你因为他骂你 或是他毁谤你 或是他因为诬赖你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那么你感到非常的愤怒 你之所以愤怒 那是因为我被伤害 那么你之所以那么在意 我被他伤害了 那么是因为 你执着贪爱 保护的这个我 如果他骂了别人 那么如果是骂了你的亲人 你所喜爱的人 你也会生气 那个是我所 我相关的人 如果你在路上看见 两个人在相骂 两个你都不认识 你走过去 你会看一下 你不会生气 你顶多就是看热闹 你不会生气 为什么 跟我无关 好 那么这个很明显的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 我爱 我所爱 那么你执着这个我 好好想这些问题 那么所以他现在回过头来 告诉你 你所爱的我 你所执着的我 到底是什么 你要如实之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其实佛法 阿含经讲的都是 真正可以用在 你不要看这个 一般人看着 念了这个经 他也不知道怎么修行 老实讲 一般人这样念过去 那都是如实之 如实之 那这时候想行事 如实之 那为疾灭为患 你这样念 念完了他也不知道怎么修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 佛陀告诉你的 每一部经 都是让你 可以修行的 所以你看看 我们读了这么多经 不管是五蕴 六路 处 缘起 都是在讲身心现象 五蕴 六路 缘起 阿含经 第一个五蕴送 第二个六路处送 那么主要 后面缘起 四地 然后之后 就是三十七道瓶 道瓶送 主要就是四部分 那五蕴送 缘起送 六路处送 都是在讲 身心现象 跟生命现象 心怎么面对 禁起 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生命如何 因为这种 身心反应 这个业 如何的 如何的变化 那么它的原理 是什么 原理就是缘起 那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改变 这一种 不断流转 不断 获叶苦 流转的现象 就是道瓶 三十七道瓶 这个是 佛陀说法 最主要就是这个 所以所有的修行 不外乎 不外乎就是 认清 你自己的 生命 那么 观照 觉察 你自己的身心 它到底 都是怎么变化 那么 我们 主打 原来 都是这样变 我遇到 这个境 我就会 起这个心 现在 我知道了 我遇到 这个境 我不起 这个心 甚至 我起的是 什么心 慈悲 智慧的心 而不是 无名 烦恼 怨恨的心 那么 你就可以 因为你可以 掌控你的心 你就能够 决定 你的生命 其实他在讲这个 所以 我们 如果仔细来看 佛说的 这些杂亚行情 他所有的方法 不离开 观照 五蕴身心 观照 心对 静的反应 观照 身心 彼此的反应 所以 你 修行 一定离不开 观照 叫做 觉察 你上 试念处 深受心法 也不离开 身心 那么 对 身心的 观照 那因为 我们 我们是 掉举 散乱 惯了 所以那个 心 没有力量 心 没有力量 来自于两个 一个 就是你的果报 你的业 把你障碍住了 第二个 你的烦恼 把你障碍住了 那么烦恼 障碍住 像三二道的 三二道的心 是没力量的 你就是给他们 讲清楚 说明白 他也不容易明白 明白了 也不容易用力 用力不起来 有心 有心无力 没有办法 果报 障碍住了 叫做 暴障 业障 他的暴障 业障 烦恼障 都很重 人 比较 没那么重 所以 他有 永本 犯恨 胜 他能够努力 他的头脑 可以转得过来 那么 我们只要稍加努力 那么就可以扭转 这个 我们轮回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 他要你 他要你 先不要 再给自己 增加障碍 不给自己增加障碍 就是什么 解 控制 控制你自己的烦恼 因为 你之所以会痛苦 跟你的烦恼 有决定性的关系 那么 你以前 起的烦恼 就起了 现在不要再起 就好像 一个人 喝酒 喝到肝硬化 现在要去治疗 那么 以前喝的酒 造成这个肝不好 现在不要再喝了 只能吃药 不能再喝酒 那么 你的痛苦 来自于你的烦恼 所以 你现在最重要的 常常思维佛法 而不是常常起烦恼 但是 说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为什么 我已经习惯起烦恼了 现在 叫我 都不起烦恼 也很难 确实 确实 但是 一开始 就是要勉强 为之 要不断地 自己告诉自己 所以一开始 在对治烦恼 是采取 所谓的 克制 跟控制 的状态 你没有办法 让它不起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称恨心不好 可是 我就是忍不住 我也知道 贪爱不好 可是 我就是受不了 那么 所以为什么 要克制 克制就是戒 把你的烦恼 控制 在一个范围里面 不让它 形成过犯 不让它的范围 扩大 不让它的范围 扩大 不让它的时间 延长 范围扩大 是什么 本来跟这个人 吵架 因为生气 回去 就跟很多人 吵架 本来只是 跟这个人 不好 但是看见 那个人 跟本来 跟他没关系 但是那个人 跟那个 我不好的人 在一起 我连他也一起讨厌 那么这个叫什么 烦恼会扩大 那么你要控制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不讨厌他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很 让人讨厌 可是 我要控制 让这个烦恼 不要扩大 我可以讨厌他 我现在没办法 不讨厌他 当然是 我可以不骂他 不伤害他 先控制 因为你说 完全没有承认心 什么程度才做得到 三果 正三果 才可以完全 没承认心 你说那个 屁舍屈服人 也正出国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说 对于不公 不义 没有道理的事 不起承认心 还是会 但是 有智慧就是不一样 他马上能够控制 进而调伏 调伏他 他还没有能力断除 但是可以调伏他 控制 克制 自己的情绪 烦恼 不好的情绪 我们叫做烦恼 不当的情绪 不当的反应 我们叫做造恶业 不好的情绪 我们叫做烦恼 那么用烦恼 造恶业 那么你以后 就会因为这样受苦 那么 受苦的时候 就有爆炸 造业的时候 有业障 起烦恼的时候 有烦恼障 那么你不从这里下手 你永远没办法解决 就算你天天拜佛 念佛 持做诵经 他教的也是这些道理 你要向佛看起 佛怎么修行 他讲给你 天哪 杂涵间都是告诉你 修行的方法 你不照着做 你天天拜佛 念佛 没有意义 那么拜佛念佛 就是决定自己 要向佛学习 要依着佛说的法修行 其实是怎样 那这个非常重要 好 我们再来看 我们刚才讲 就是 现在这里说的是 对五蕴身心的反应 如实之 为什么要叫做未换礼呢 我们写一下 这里是所谓的五蕴 五蕴是身心现象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心 这个是所谓的身 那么身心现象 基本上 我们的轮回离不开 无名跟贪爱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贪爱现象 那么贪爱就是一种直取 爱乐赞叹 那么这个 爱乐赞叹 那么这个 黏着 懒着 爱乐赞叹懒着监住 暗暗经都是这种 就是喜爱的不一样 欢喜赞叹懒着监住 那么这个身心现象 那基本上 他告诉你 这里讲的一般都是 极灭未换礼 极灭未换礼 那这里 灭没有说 但是是一样的 生起 未 换 礼 那这个未换礼 如果以阿含经来讲 阿含经来讲 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是一套修行方法 那么这个是 对于现象的观察 对于身心现象的 极跟灭 有因有缘世间 极 有因有缘世间 灭 就是生起跟消失 出现 跟消失 那么不断不断地生灭 我们的心随着境界 不断不断地生灭 各式各样的烦恼 那么 一下这个心 一下子那个心 这个心生起了 坚持了多久 或是相续了多久 又灭掉 又生起另外一个心 贪心生起的时候 称心不战 称心生起的时候 贪心不战 慈悲心生起的时候 称认心不战 舍心生起的时候 那个签令的心就不战 那不断不断地在相续 不断不断地在生灭 那么每一次的生灭 你都要观察 比如说我们修四念处 你看 这个我们回去都要用了 比如说我们修四念处 四念处是佛法 很基本的修行方法 四念处 它主要 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观生 观生的什么 不静 观生 其实是在观生的实相 如实之 到底什么是生 我所贪爱的身体 到底是什么 那通常 从三种 三个地方去观这个生 就训练你正念正知 如实之 你心所细念的 你心所执着的 你心所贪求的 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 那么如果你比较 贪爱这个生 那么他叫你观不尽 那么你的心没有力量 他叫你观这个生 生命的本身 它是由呼吸而来的 观呼吸 呼吸长 呼吸短 一面让你知道 一面让你知道 无常 一面让你知道什么 一面让你训练你的心 安定 你有一个所缘 那另外一个就是 观你的行住坐 你走 往返 它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色 这个色就是生 那么生 你怎么样正念正知 怎么样如实之 正念正知 你看 它第一个 从对质来讲 从对质来讲 让你观身不尽 不尽观 那么自己的不尽 别人的也不尽 自己的身不尽 别人的身也不尽 别人的身不尽 自己的身也不尽 它有两种 一个先观别人的 别人的不尽从哪里观 从尸体上观 去看那个尸体 以后就是这样 以后虽然不是这样 扒开了跟它一样 都是一样 好 那么从别人的不尽 想到自己的不尽 另外一个 观自己的三十二身份 或三十一身份 皮肉毛爪齿 那么观到 自己的不尽 别人的以示一样不尽 那么 内跟外 那么都是这样观 那么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是观呼吸 那么这个 呼吸长 呼吸短 这个叫出入洗 出入洗 一般叫做安纳波纳 那么 一边知道 所有的生命 都在呼吸间而已 它就是无常 那么 长跟短 你就专注在那个 呼吸出 呼吸入 呼吸长 呼吸短 让你的心 稳定 因为不稳定的心 没有办法 真正的 关照 不安定 那么有两种烦恼 障碍我们心 让我们的心 没力量 一种就是烦恼 烦恼 烦恼就是贪爱跟称恨 贪爱跟称恨 那么 重点是贪爱 因为因贪爱 贪爱不成 才会起称恨 所以 无名跟贪爱 贪爱 重点是贪爱 所以 不禁是专门 对峙你的贪爱的 那么 另外 让我们的心没力量 让我们的心没力量 主要是 有两种烦恼 一种叫做吊举 一种叫什么 昏沉 就是这样 就吊举跟昏沉 吊举是什么 吊举就是妄想昏飞 想这个 想那个 想过去 想现在 想未来 那么想这个人 想这件事 想那个东西 想来想去 起种种的烦恼 所以 他叫你 稳定 你不要想那些 有的没有的 你想一个 你也不会起贪 也不会起称的 你观呼吸 你又起什么贪 你会起什么称 你不会啊 就很 就很单纯的 如果你是观不进 可能还会起称恨心 可能还会 但是他是对峙的 因为对峙贪爱的 所以 要下重药 叫你观那个不进 但是 如果你的心没有贪爱 那么他要叫你观 让你的心有力量稳定 那平常 我们没有观出入席 出入席是要让你的心稳定 那我们的心在种种的境界上 产生极大的不稳定 尤其 尤其情感比较重的人 他常常会 情绪化地失去理性 就是会随着境界 跳得很厉害 那么这个时候的心 是最容易受伤害 也最容易去伤害别人 所以你必须要控制 那么你要控制 也不是说我想控制 可是控制不然 我不想想 可是他自己会想 真的就是这样 为什么 你的心没 这个表示你的心没力量 你没有办法掌控你的心 你的心 要怎么想 你要怎么做 完全取决于别人 怎么说怎么做 那你就很危险 你是一个 你是世间的傀儡 每一个人的手 都可以操控你的喜怒哀乐 你只是一个傀儡 这边的一个人 拉一栋绳子 你的脚就踢一下 这边的人 又拉一根绳子 你的手就打一下 那么你看我们 平常是不是都是这样 都在别人的身口意上 喜怒哀乐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高兴是因为别人赞叹我 生气是因为别人诽谤我 伤心是因为 是因为别人不喜欢我 欢喜是因为 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你所有的心 所有的烦恼 你要起什么烦恼 要起多重的烦恼 谁决定 要自己决定 但是通常都是谁决定 别人决定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你哭是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 难道是因为 你想到你自己 不能成佛在哭吗 不能解脱在哭吗 不是 你欢喜是为什么 难道你是想到自己 学佛很欢喜吗 通常也不是 都是因为 这个人不理我 那个人说我 那个人对我好 那个人对我不好 好 那事件发生什么事 这些事 可遇不可遇 可爱不可爱 跟你相不相应 所以你要好想 我们大部分的心 都操控在别人手里 那么 如果你的心 怎么想 怎么做 是别人决定 那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说 好 我现在不想你了 怎么可能 没办法 你习惯 一个人习惯由妈妈喂 有一天妈妈不在了 她不会拿筷子 不会吃饭 一样 那么 所以 现在佛法 这一篇要告诉你的就是 它讲的有一点多 但是实际上 它就是在告诉你 你要好好的观照身心 那我们说 好 比如说 调举 一个是调举 一个是昏尘 把这个写 那么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 从身来讲 等一下我们会讲 从心来讲 另外一个是什么 观行住坐卧 行住坐卧 行 住 坐 过 那这个行 是经行又 晚反 晚反 你从这边走过去 一般 一般佛地址都是经行愿坐 就从这边走 你脚踏下去的时候 你清楚 没有善 没有饿 没有贪 没有撑 你只是清楚的觉知 比如说我这样走 经行有一个步道 通常差不多 从这里到那里 有的长一点 走那边 也不会走太长 就这样 你走下去的时候 你清楚觉知 我这个身体 左脚走 走下去 当下你清楚 清晰 明确 在心就在你的所缘上 这个时候 当你踏下去的时候 那个脚 那个瘦 你也知道 踏下去 这个动作 你都清楚了解 你现在在走 右脚在走 左脚在走 好 那这个是观身 观身 身念处 身念处不只是观身不近 那么在他右脚踏下去的时候 你每一个动作 你都清晰明确 好 那么走 走去 再走回来 停着 那么坐下来 躺着 你这整个 整个行住坐卧 四位语里面 你都清楚明白 对于你心所当下所缘的 那个静 你清晰明确 这个就是正念 正念 就是你对于你当下所缘的 比如说我脚走瘦去 我当时清醒而已 那个时候没境界 你清醒的时候没有境界 就你一个人 或是有人就这样走 慢慢走 慢慢走 那你今天 你现在所做的唯一就是清醒 清醒是慢慢走 走的时候就这样 你对于你当下的身体 身体接触外境的反应 你的动作 你都清晰明确 那么这个就是正念 那么心也一样 那你对于走去走来 左脚下去清楚 右脚下去清楚 往前走清楚 往后走清楚 坐下来清楚 好 你这个正念 整套正念 整个这个 那么这个过程 你都清楚明白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正知 正念正知 那这个是身的部分而有 最主要的 为什么要这样观神 因为训练你的心 在一个清 在一个正念正知的 这个 养成这个习惯 这个时候 你的觉察能力就很强 为什么 因为你脚走过去的时候 你就有觉察 右脚走过去的时候 你又有觉察 好 那当你看起来好像你的身 你在觉察你的身 其实那个就是觉察的心 越来越有力量 那么你培养这个心之后 你慢慢在觉察 我因为这句话 那个时候是没有境界的 唯一的境界就是 你一个人的境界 你走来走去行住坐卧 好 可是真正的境界都在什么时候 都在复杂的人事物当中 你一个人当然没有烦恼 你在那边打坐 哦 观神 你精醒的时候 左脚右脚瘦 那么 弯的 防的 那么你当然 没有人啊 当然没有烦恼 也不能讲完全没烦恼 就是烦恼不现前 可是 烦恼现前的时候 你做不了主 是因为烦恼不现前的时候 你没有用功 用对方法 如果烦恼不现前的时候 你不好好训练这个心 烦恼现前的时候 你是做不了主的 所以为什么要叫你做这个东西 就怎么叫你修这个东西 念佛也是这样 他就是要训练你这个心 第一个有觉察的能力 第二个 有控制烦恼的能力 第一个 有觉察烦恼的能力 觉察那个动作者有没有的 那么其他人讲的话 风声 雨声 那么其他人的行为 指着你骂怎样怎样 这个都只是一个像 世间的一个动作 一个境界而已 你把它靠用过来 你清楚地发现 就好像你清楚地发现 你左脚跟右脚的移动一样 你清楚地觉察 这个人说话的一扬顿错 说话的好坏 但是对于你 因为你对这个境界 不会说 我左脚我很欢喜 右脚踏出去我不欢喜 不会嘛 所以对于这个人所说的话 你也清楚察明自己的心 不会因为这样 而怎么 而受他影响 因他的行为 语言 态度 深口译嘛 而产生贪嗔痴 不会 你常常就保持在正念正知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 哦 我要起签签心了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接下来你会怎么样 无贪之无贪 无称之无称 就是你会朝那个目标前进 当你已经如实之 我的心随着它动了 这个时候 我要做的 通常人就是会扩大烦恼 会把烦恼扩大 时间拉长 开始会觉得 要怎么对峙它 怎么让它不再骂我 毁谤我 不是 真正的修行 不是要对峙境界 要对峙什么 对峙烦恼的心 这个时候你会把所有的心力 都用在思考 我怎么样对峙 我已经起的烦恼 那么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 所有的心力 脑筋快速运涨 我怎么样调伏它 我怎么样对峙它 我怎么样修理它 你看不一样 那么你每次都是这样 一次一次 你当然控制不住你的烦恼 你每次都在想 怎么调伏我的烦恼 都看到自己的烦恼 想到要怎么调伏自己的烦恼 你未来心就越来越有力量 别人 别人三奔地裂 你 鲁鲁不动 真的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你要好好想 那么我们就是要这样训练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么你所在的环境 都没有烦恼的人事物 不可能 因为 以你过去的夜 你不是 你不是阿罗汉来的 阿罗汉不会来 那么 所以 你一定是带烦恼来的 带着夜来的 那么这个夜 这个夜 跟这个圆 有一些恶业 有一些恶缘 它必定要产生一些 不好的变化 不好的结果 那么你在面对 你过去就是因为 这样受苦的 你现在不知道 还栽在里面 还要为这个受苦 那个是因为 你没学佛 不知道这个道理 现在学佛 你还不知道这个道理 白学 所以我们 这个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 极灭为万里 都在讲这些事 都在讲这些 极就是什么 烦恼的生起 畏是什么 畏着 你执着在那个地方 执着 你看 这个人讲我 我执着在这个人 讲我的什么 什么 第一个他讲的是我 第二个他把我 讲得这么难听 那么你在想什么 你看到的不是 自己起烦恼 你自己已经起烦恼了 你没有看到 你看到的是 这个人这么恶劣 这个人烦恼这么重 那么 有时候 会给自己 戴一个高帽子 或冠冕堂丸的理由 我如果不改变他 他以为 所以我现在要做 我现在要做 金刚露目的菩萨 我要修理他 很多人这样 用这个来给自己的烦恼 找借口 给自己的烦恼 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他没有真的是 看到自己 有没有称恨心 那么你称恨心不处 称心不处 成不可处 称心是最大的烦恼 那么你执着 所以你要思维的是 你执着起这个烦恼的过患 起这个烦恼的过患 知道他过患要怎么样 知其过患怎么样 而能远离 可是问题你要先看到 自己在烦恼里面 为就是为着 执着 执着就是什么 自己在烦恼当中了 自己已经起烦恼了 黏在烦恼里面 住在烦恼里面 金刚经讲的 住在哪里 色身相畏触发 所以你在里面 如果你不思维他的过患 你就不会远离 那远离 当然要远离的方法 远离的方法 第一个一定要正确 你用不正确的方法 不能远离 举个例来讲 那么现在这个人骂你 那么你很生气 可是佛陀说不能生气 可是我又很生气 可是他又一直对我这样 我逃又逃不了 避又避不了 怎么办 好 我到寺院 给他点一盏光明灯 我到寺院 给他写一个消灾牌位 我念一个灭定夜真言 我告诉你 可以让你的心暂时安定 但是能够解决问题吗 灭定夜真言没有效 你就要把它灭了 我告诉你 你真正的灭烦恼真言在哪里 在这里 你要念的是 佛法教你的灭烦恼 灭烦恼真言 而不是 有一个咒语 非常有力量 我念了之后 或是 或是 念一个往生咒 让他赶快往生 不会再来防我 超度累结冤亲在主 我告诉你 修行对治法人的方法 第一个要正确 第二个 要相应 跟你相应 你习惯修 因为方法有很多 有的人相应这个方法 比如说不静观 比如说属习惯 有的人相应 这样修 有的人相应那样修 那么第三个就是 要反复的训练 要纯熟 那么你要一次又一次的训练 像这种也是一样 他要叫你观 为什么讲这么多 他讲得细一点 色受想行事 心分之后受想行事 感受 苦受热受 我生起苦受了 苦受会伴随着嗔恨心 热受会伴随什么心 贪爱心 那么你都清楚的察觉到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一天过一天 我告诉你 我们大家都一样 就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可是有些人 一天过一天 界定位一天一天增长 有些人一天过一天 贪嗔痴 一天一天增长 学一年 学两年 学三年 你可以站出来 我是个佛弟子 我大声地说 我是向佛学习 如果没有 你天天起烦恼 那么 你看见佛 你会有惭愧心 真的 那么 我们 我们今天 之所以要学佛 很简单的一个理由 因为 我们受苦 所以我们都是要离苦来的 离现在苦 离未来苦 离轮违的苦 身心当中有苦 生命的 整个轮违在受苦 我们 是为了离苦 我们才来学佛 所以 佛陀讲 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因为世间有苦 老病死 愿正会 爱别离求不得 那么这个都从哪里来 从我有这个五蕴身心来 五蕴身心怎么来 一夜而来 夜暴生嘛 那怎么办 解决啊 怎么解决 用佛法解决 那佛法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修的 在学的 在研究的 就是要解决 我们生命中的痛苦 要缓解我们生活中的痛苦 身心的痛苦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一些都不离开什么 如实之 道理如实之 方法如实之 心如实之 好 那么你要看 身跟心 为患理而能远理 好 我们再来看 一个一个看 所以他这里讲 云和 他说什么叫做色 身体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 一切四大集 四大所造色 这个身心 这个身体 先讲这个身体 它不过就是物质的什么 种集 集合 所以你看 阿含经里面告诉我们 观色如什么 色如什么 巨末 一种就是观色如巨末 是由一些物质堆积起来的 它也不是实在的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顶多给你活一百年 多一点一百二十年 那么也是很短暂的 那么为了这个一百年不到的身体 我们大概会有一千年的忧患 生年不满百 怎么样 长怀千岁忧 你看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都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生死死生 所以都在苦里面 投出投没 所以叫做苦海万重波 苦海沉沦 就讲这样 那现在 以前不知道 你像古代很多人 不学习佛法 他没有方法可以处理 他知道苦 没有办法处理 没有方法 那怎么办 只能苦中作乐 让自己少一些苦就好 那少一些苦的方法就是 让自己变得有钱 让自己变得有地位 让自己变得别人不敢欺负 有力量 可是这一些还是会苦 佛法是一个真实 究竟彻底解决痛苦的方法 我们很幸运 当然这个幸运 也不是偶然得来的 都是我们过去 累劫修行来的 真的 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而中三根 乃于无量千万佛所 而中三根 我后来对这句话 越来越相信 我以前觉得 这个是鼓励的话 但是从缘起的角度看 这个是实话 这个是实话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一切四大 即四大所造色 四大是地水火风 那么这个是四大所造 就是四大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 我们的这个物质的 最基本单位 粒子 那么都是由这一些 元素粒子结合而成的 那么造作成骨骼血液 地水火风 骨骼血液 那么气息温度 种种种种这一些身体 形成这个身体 形成这个生命 如是色如实之 所以当你贪着这个身的时候 它叫你观察 那身是什么 从32身份 从毛 皮 肉 骨 血 地水火风 一一的观 一一的观 你会发现到 其实色如巨末 就是这个意思 它不过就是 一堆物质堆积起来的 它没有多久 终归都是要怎么样 善灭的 坏灭的 不要太贪着这个身体 那没有那一种金刚不坏之身 没有 凡事 凡事有违法 它一定是身注意灭 它一定会灭 真正不灭的是法身 戒定会解脱解脱之间 所以佛法要让你用 一翠为败的五蕴身 去修 坚固不坏的五分法身 其实是这样 那么 好 先下课好了